那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Blade的摩托引擎 这节课主要看指示图 那我们主要看的是指示图里的一个引入方法 叫include include就是包含引入的意思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指示图 也为什么要用include呢 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什么项目 就是任何外部项目吧 它肯定有重复的内容 就比如说吧这个title 你比如说Laravel 教程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态度改成教程 是吧教程 那 比如说我们季节课叫什么呢 Blade的摩托引擎 然后指示图啊 指示图 好 大家会发现 这个Laravel教程这几个字 其实是一个不变的 是吧 它就整个网站一般的不会变 是吧 或者说指示图 后头再杠 Laravel教程 它总有那么一部分是不变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包含关系 是吧 那一般都是说是 比如说是某某网 是吧 它都是在在在第二项或者第一项 是吧 再一个就是样式表 它整个网站 它为了统一自己网站的风格啊 它会用相同的样式 是吧 再一个就是一些字体的链接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谷歌 谷歌字体的一个链接 是吧 那底下的这个 你看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央视 是吧 它也不会变 它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是吧 它牵扯到一些细节的话 它才会变 是吧 在一个对于整个大页面的一个布局 最最宏观的一个容器啊 这些东西它都不会变 而且底下现在没有script标签 如果有 它也一般是不会变的 是吧 就是说有一些页面比较复杂 它会多调用几个script标签来多调用几个文件而已 但是它本质上是不会变的 是吧 就是这样 那我们调子诗图的目的就是说 指哪搭哪 为的是这个目的 而不是为了用诗图而去用诗图 我们是把一些可以重用的东西 就让它存到像变量一样 存到一个容器里 然后我们直接用那个容器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每次都再去写这个东西 这就是子诗图的意义 我们用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好 那这这节课我们就看下 到底怎么怎么用这个子诗图 那这页我们很熟悉 是吧 就是路由页 我们新建一个路由叫什么呢 比如说就什么都不叫吧 就叫一个数字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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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个传餐 我们是传一个那么然后第二传算 我们什么我们也不用控制器了 就直接用一个函数吧 好吧说这个也是一个那么那么那么那我们要返回一个view 是吧返回一个view return什么呢 啊 home 是吧 home 我们比如说就就叫home吧 首页 首页 home home几呢 home number 是吧 我们就返回那个view 当然我们要保证它存在 是吧 不然它就会报错 你现在 如果现在直接这样用的话就会报错 我们想做到的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根域名 是吧 那我们在后头 敲 比如说1 它就返回一个 home1 这一页 如果敲个2 它就返回home2 这个这一页 当然现在我们要做呢 它这一页不存在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一页给它实现了 说是 你看这个view里头 它只有一个home和welcome 是吧 而且这个home我们现在用不到 这个home是我们之前建的 那我们就其实我们想用的就是这个welcome 是吧 以这个为基准 我们去复制一份 我们就其实就改的就是这个welcome 是吧 好 那我们叫home1 很简单 然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叫home2 现在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是吧 你说home3 是吧 我们现在只需要三个 那 现在的结果就是 如果我们把home1里头都改了是吧 我们说这个地方就不叫拉2 5了 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叫home1 是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叫 home2 是吧 那这个地方我们叫home3 是吧 三个文件 三个 三个抬头 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到1里去看一下是吧 1 点击A 他说home1 没错是吧 home1 如果是2的话 我们点击他说home2 是吧 也没有错 没有任何问题 home3 home3 没有问题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home1 home2 home3 这三个文件除了这一段不一样 其他地方全都一样 是吧 那这个要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include 是吧 那我们可以在view里头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目录 叫什么呢 叫components 是吧 components 组件是吧 我们这个地方专门放组件 有什么组件都可以往这里放 好 我们在这里边再新建一个php 再新建一个blade的文件 是吧 我们叫他什么呢 叫head 是吧 head 点blade .php 是吧 head.blade.php 好 我们这个都删掉 不要他这个 home1 我们发现 head 这些地方是重复的 发现了吗 他只有 只有底下container 里的content 这个地方 以上全部都是重复的 是吧 全部全部都是重复 那好 我们不这么干 我们就只复制head 是吧 复制head 我们说 把 我们把head这个部分 给他剪下来 好吧 我们不要他这个部分 剪下来 我们放到head.blade 这个content里头 是吧 content里头 把它作为一个组件 就 他就感给人感觉像一种变量一样 是吧 存着呢 什么时候 想掉 什么时候掉 是吧 那这时候呢 home1 这里不是没了吗 什么都没了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说 at include 是吧 include include什么呢 一样 去找 view下什么 views下 有个components 是吧 有components 是吧 components 下有什么呢 components下有head 是吧 head 当然 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注视掉 大家会发现 这一页是哪一页 这一页是 别急 我让他 autoscroll fromsource 这个是home1 是吧 home1 那我们到home1 多么简单的东西 加了样式表 变得很高大上 是吧 好 我们现在把样式表给去掉了 那好 我们现在给打开 打开试一下 刷新 说是viewcomponents had not found 他没找到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敲错了 是吧 components com 是吧 components 对 没错 我们刷新一下 好的 这样就出来了 是吧 这下就有了 home1 但是我们发现 这home1 是不是变得好灵活了呀 你看 它变得多简洁 对吧 然后 然后body底下 比如说它有好多script表现 是吧 script script 然后script 好多script要标签 那这个页 这个底下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 给它取出来 把它给 剪切下来 然后存到另一个地方 我们比如说把它叫做food 是吧 footer 都可以 是吧 我们就试一下 当然现在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是吧 因为我们那script里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 food 是吧 我们叫脚 删掉 这个地方 什么都不应该有 是吧 script script 1234 是吧 好 我们这个地方 也一样 是吧 include include 什么呢 components 是吧 components底下有什么呢 food food 是吧 food 这样就可以了 那好 我们这个body body里头 那这个地方 比如说啊 我们其他地方一般都不变 我们只变的是中间的这一块 contents 是吧 contents 这个这一块 那我们可以把说 底下这一块 给它 再给它 就是封装一下 把它封装到 另一个组件里头 比如说我们说 是把底下 这块叫 big foot 是吧 上头这一块 比如我们上头 上头这一块 全部给它封装到里头 封装成什么 这叫叫什么 big head 是吧 大头 大脚 大头 是吧 当然这个命名是大家说了算的 对吧 但是 大家就会发现 这样做就会变得非常灵活 是吧 非常灵活 也就意味着 home 2也可以这么干 是吧 home 2我们都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是吧 我们只需要说把home 1里头 这个include 一样 它include进来就可以了 home 2 head 它在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合住 删掉 是吧 删掉 我们只用include就可以了 是吧 food这里也一样 include的一个是吧 include的一个 food就可以了 是吧 home 3也一样 然后底下也一样 food 是吧 我们 我们 我们找到这个food 是吧 food 我们给这个script 一点东西 不然说 说alert alert alert 什么呢 呃 我是 food 是吧 我是food 好 那我们这下刷新页面 我们看一 哎 他说我是food 是吧 我是food 然后二 他说我是food 是吧 那现在就非常灵活 非常 我们把这个删掉了 其他的三个不需要 是吧 我们删掉 那非常灵活 head 那这个地方 你看 他用了一个谷歌字体 那我们现在不用这个 我们把这个注视掉 是吧 因为这个加载的有点慢 因为那种原因 所以说他加载的比较慢 那body 那我们发现 那这样一来 我们只要更改一个地方 那三个三个页面 全都会跟着改 是吧 因为他们调用的是同一个头嘛 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 呃 这个body的 呃 背景颜色是黑色 是吧 那color 它的它的自体颜色 什么color color 比如说给一个亮一点的颜色 比如一一一吧 好吧 挺挺亮的 那个body 给它给它稍微暗一点的 比如333吧 是吧 333 我们试一下 哎 你看 它也会变 然后 1呢 它也会变 是吧 我是负责 它也会变 还有 3呢 它也会变 是吧 哎 这样就非常灵活 一个页面 这样做的话 做下来 哎 你把 所有全部可以重用的东西 全部给它组件化 最后用include来调用它 是吧 这样就感觉非常好 它省力嘛 对吧 省心省力 你改一个地方 所有的地方全都变 是吧 就不需要你一个一个再去检查 不一个一个再去 呃 去去去用手敲 是吧 好 那这就 这就是一个include的用法 这些地方也全都可以封装 是吧 全都可以封装 行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嗯 谢谢大家